哈囉大家好我是ChillinMama 今天呢我們要開一個跟以往比較不同類型的影片 就是今天要來開箱的是3C產品 ChillinMama我個人是3C白癡 所以今天的這個開箱是很不專業 然後以一個3C白癡的角度去開 那為什麼我會想要去買一台GoPro呢 就是剛好是我生日禮物 GoPro7它總共分成三個等級 有從最低階是White然後Silver再是Black 它是這三個裡面它的功能最多最完善的 都要花錢了就直接一次到位 所以我們就是買GoPro7 Black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開箱囉 OK 東西 這裡 欸往內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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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手摔,開第一手摔 - 怎麼是三星白痴無物? - 連開這個拿起來都不會 - 是...好,就是再一次,再一次 - 我懂了,我知道怎麼樣 - 你不要裝上去也算了啦 - 沒關係啦 - 因為你要看什麼再摔一次 - 這樣就可以了 - 老實說沒錯,就是它走 - 都是圖片 - 第一步他先叫我們下載這個GoPro App - 就是iOS系統跟Google系統 - 沒有Android系統 - 小女爸是用Android系統 - Google就是Android系統的意思 - Google就是Android系統的意思 - 好,重錄 - 重錄 - 你就是三星白痴,不用重錄了 - 不然 - 不行,我這樣一定會被 - 沒關係Android就是用Google這樣來 - 甩到爆炸 - 呵呵 - 它就會教你怎麼樣一步一步 - 把裡面的衣服拿出來 - 在這個裡面我還看到一件事情 - 就是光的這一個 - 它就是可以把它貼在安全帽上面耶 - 所以這台GoPro也可以當成是 - 機車的行車進入器 - 欸那種腳踏車的東西 - 喔好好好 - 喔好好好 - 喔,懂了懂了 - 好好好 - 好,那這個卡掉 - 它們有做的背膠 - 這個背後都有這個背膠 - 3M 背膠 - 喔,3M - 大家有看我們3M的寶寶華心筆聲音嗎 - 欸,好難出來了耶 - 哈哈哈哈 - 根本不是些什麼交往的事情 - 因為我們想說把iPhone7跟GoPro7的照相功能跟攝影功能來做一個比較 - 像我3C百獅的話,其實我追求的很簡單 - 就是清晰度、手震、廣角 - 所以我們就要到時候來看看這三個點 - 這到底有沒有改建 - 嗯 - 但一般都是拿GoPro跟前一代 - 比如跟其他的運動、攝影機比 - 還是少人會拿一個手機比 - 對,因為我們3C百獅 - 所以3C百獅 - 但是3C百獅在買GoPro之前 - 就是沒有GoPro - 清晰度來講,我覺得iPhone7還比較厲害耶 - 所以第一回合,清晰度iPhone7 4 - 第二回合我們要看手震 - 我覺得GoPro7這部分就真的有比較厲害 - 你看我看,就是這樣旋轉啦 - GoPro的畫面都不會讓我覺得頭暈 - 接著呢,小牛爸他就把GoPro帶在他的頭上 - 然後實際去打網球 - 所拍攝出來的畫面 - 你看,現在跑動去撿球 - 你畫面也還沒有很晃耶 - 然後小牛爸現在很喘很喘的走路 - 畫面也還好 - 其實晃動的幅度比想像還小 - 然後實際去打球 - 你看,在打網球這麼跑動劇烈的運動裡面 - 畫面還是可以保持很穩定 - 真的很厲害 - 其實我們看廣角 - 可以看到GoPro7它拍到的範圍是更廣的 - 所以這部分是GoPro7 - 現在就是我們3C白癡織布專業GoPro7 Black的開箱 -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今天影片的話 - 也幫我按讚按訂閱還有留言喔 - 掰掰